大家好 我是阿柴 上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给客户做网站用的WordPress主题 这个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以前做过的网站 分别是用的哪些主题哪些演示站 首先我们来看Avata主题 第一个是电脑显示器的网站 它用的代目演示站是Avata的ClassicShop 这是模板 Avata主题的模板 那这个是成品网站 下面是产品 下面也是产品 再一个标签 切换 导航是这样的 它的导航 是这样的 下面是新闻 两组新闻 那模板呢 它的页面首页会长一些 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把不需要的去掉 下面看一下产品 这是模板的产品列表 这个呢是客户定制的一个产品分类页面 它们主要有这七大产品系列 然后通过这里可以进入产品系统的列表页 就是这样的 另外这个网站有一个特别的定制需求 就是针对不同的属性来筛选产品 多了一个WooCommerce的分类筛选器 这个默认是没有的 然后再具体看一下产品详情 这个位置增加了一个自定义标签 可以放参数和视频 阿华达主题的默认产品页信息量很大 如果不需要的元素可以删掉 然后再看一下新闻 新闻也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这是一种比较常规的 DEMO演示站呢它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换一个案例 这是宠物视频 用的是这个演示站 这个网站除了更换了logo之外 全集页头也做了重新调整 在DEMO演示站里 这个主导行是居中的 在做好的网站里 这个主导行是居左 右侧有一个搜索条 上面还增加了一个文字特效 右上角有多语言切换 这是三组特色图片 就类似于是这样的 用这个改的 下面是产品 只能网站变成了视频和新闻 再往下是产品 然后到页角 页角的颜色也都是改过的 再看一下产品 这是有侧边的产品列表 这是侧边在左侧 演示站的侧边在右侧 这个侧边的宽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好 我们再换一个 这是数码产品 它用的演示站和第一个一样 都是这个classic shop 这个网站的自定义比较多 比如 顶部增加了一个寻盘表单 寻盘按钮 下面这个banner也是自定义的 再往下是产品 再往下是视频 这是一个油管的视频 下面是logo 再看一下产品 这是产品列表页 没有侧边 看一下产品详情页 产品详情页这个位置 增加了一个页面标题栏 产品相册的缩络图 可以放在下面 也可以放在侧面 右侧是摘要 这个位置也是自定义的 在模板里创建 还有这个位置 下面是相关产品 下面是你可能还喜欢 再往下设个表单 好,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我们自己的网站 也是用阿瓦达主题做的 它用的是比较经典的主题 也实际上是这样的 做完之后是这样的 做完之后是这样的